27岁来自云南销售有请 李女士23岁来自云南模特 有请李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啊 小片里看是不信任是吧 就是我男朋友 他是一个特别强势的人 他对我的信任度 其实也有点差 然后更多的其实是 他用那种大男子主义的 那种架势要管着我 这个恋爱多久 我们是恋爱有一年了 一年了 然后之前的话 因为他们公司 是做展会的公司嘛 然后当时我去 他们那个展会上去做模特 然后当时就相识了 后边我就去了 他们那个公司 就跟他成为同事了 后边我们俩在一起 共事了一段时间之后 也就有了感情嘛 然后顺其自然地 就在一块了 现在还在一个公司吗 现在没在了 后边我辞职了 为啥 就是因为我男朋友 太强势了 其实说到这儿 这个就是我今天 要来的一个目的 就我就觉得 我男朋友太强势 方方面面都要管着我 我辞职 其实跟这个事情 也有关系呢 就是刚刚不是说 我们俩是 之前是同事嘛 然后有一次 就是我们俩一起 去天津开会呢 到我们天津开会 对对 然后当时那天 我是穿了一个小礼服 然后我男朋友就觉得 我穿那个衣服太暴露了 当时就跟我发火 然后让我必须去换掉 然后我没有去换 他就因为这个事情 一直给我生气 你穿礼服干嘛去了 因为那个会是一个年会嘛 就相当于我就是 准备了一条小礼服 他穿那个礼服 是他自己觉得没有问题 就是站在 我是他男朋友的角度 我就觉得穿得太暴露了 这大家不是都一样穿吗 那公司年会那么多人 所有人都在 又不是只有那么一两个人 不是人少一点 咱们朋友聚一下 吃个饭什么的 我觉得无所谓 那个短裙得是什么 什么样的这个 让你觉得那么过分啊 其实那个衣服 没有他形容的那么夸张 就是一个那种 衣子尖的衣服 他就觉得我把肩膀露着了 再说我觉得我穿那个衣服 我作为一个人物 应该有穿衣的自由吧 是是是 我穿什么衣服 我穿了我自己高兴呀 我又不是穿给别人看的 然后要求你换换了吗 没换 没换 那你怎么着了 那没换 那没办法了 公司年会那么多人 又不可能 因为这么一件小事 然后就置气 他后面的事才过分 后面他自己在那个年会 咱们吃饭的时候喝酒 因为大家平时不怎么见 每个地方的人都有 就有人来敬他酒 来敬他酒的话 你不能是个人来敬你酒 你都喝吧 我就帮大家挡了几杯 结果挡到最后的话 他自己还是喝得醉了 然后也是我帮他扶回房间 然后吐了一厕所都是 我就这个事情 我就特别生气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 我是管着他 我强势 我觉得这个我关心你 我让你少喝一点酒 这个是 我觉得最基本一个 作为男朋友的一个 正常的关心吧 这个事情不是很正常吗 那是年会 这公司一年到头 也就聚那么一次 而且人家来敬我酒 也是尊重我 对不对 那我还把人家给回了 那不是不尊重人家吗 那我觉得你有必要 为这个事情 生那么大的气吗 就我跟你说主持人 他那天真的特别过分 就是我喝醉了 那你起码 就是应该先照顾我 对吧 那有什么事 咱们后边再说 然后他那天晚上 就一直对我发火 大吼大叫的 男人嘛 你像自己的女人喝醉了 我本来我就不高兴 而且我首先也是 先把他扶回到房间里 也没有说 当着所有人的面就 你不应该喝醉 怎么怎么样 我还是顾及到他的一些 行 方便 穿衣喝酒 有冲突 对 除了这个事还有 女生觉得男生管他 还有什么 就是我们俩不是 共事的过程当中吗 也有一些共同的客户 然后有的我们私底下 网来也比较好 有一次吧 就我跟我对象一块 然后跟一个客户 一起吃饭来着 然后那个客户是男的嘛 他当时就跟我开玩笑 说觉得我长得挺好看的 怎么还单身呢 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 不知道你们俩谈恋爱是吗 是 因为是客户嘛 就我们俩是达成一致了 就觉得给客户知道了 会不会觉得 怎么一个公司还谈恋爱 会不会不靠谱呀 这样的 懂了 然后就没有给客户知道 然后就因为 当时那个客户提了 这个事情之后 我没有在饭桌上 当场就立马把人家个拒绝了 然后那天回来 他就跟我闹了一晚上 说我不应该这样讲话 说我不尊重他什么的 其实他这个事情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就是客户不知道咱们俩的关系 客户给他接受男朋友 这个事情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理解 因为客户不知情嘛 但是他自己其实是明白 我和他的关系的 那他当时没有拒绝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的态度上 的一种不尊重 因为你已经是我的女朋友了 对吧 那是不是意味着 客户给我介绍女朋友 我也可以不拒绝 我也可以很欣然地接受 那没问题啊 那人家万一当时 也只是开个玩笑呢 你可以说我有男朋友了 不就完了吗 就当时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你男朋友的意思 就是要坚决地回绝他 是吧 对 就是你回答的坚决 肯定一点 不要让别人感觉 好像还有可乘之机 我就是觉得人家客户 有可能也就只是开个玩笑 听明白了 我立马就驳了人家面子 那多不好呀 行 听明白了 就因为这两件事 离开的公司是吗 还有一件事 还有啊 就是在工作上面 他也管着我呢 就我们俩在一个公司嘛 我们那个公司 有一个晋升的那种培训 就是相当于 培训完了之后 如果通过了考试 就可以再往上走一个层级 然后那个时候 我才来公司 没有多久了嘛 那谁知道 那个时候 你已经在车站了 然后你说这个事情是 哪儿的货都可以接 我是哪里的活动 我都可以接 但是我也不能水了人家呀 人家买的衣服 买的鞋子 都是按我的尺码准备的 那我水了 他不是没有职业道德吗 那你的活动 你原来接的 你都拍照 发朋友圈 为什么发的那次 把我屏蔽了 我就是怕你多想 我才把你屏蔽了 你把我屏蔽了 我才会多想 我后面看到 那个朋友圈的照片 他和那个男模 拍的那个照片 都是我通过 我朋友的朋友圈 看到的 我朋友来问我 还把我问尴尬了 说你看你女朋友 拍的这个照片 这个什么尺度啊 或者说表情啊 眼神啊 那个照片 我都发给 那个老远组了 我们方便一下 那些照片都很正常 你这正常啊 这弄一点啊 你还吃醋了呢 主持人都这样讲啊 别笑啊 还行啊 问一下 姑娘问 感觉一样吗 感觉肯定不一样 感觉还不一样 当不一样就累了呀 傻孩子 就麻烦了 哎呀 这感觉一样还得了嘛 对 我跟人家是做戏呢 听见没有 对你是真的 曲总夫人以前就大磨 我就是见不得她 所以你 所以就不干了嘛 对对对 所以我看刚才看照片 说你立刻捂胸口 是 这工作给换了你才开心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俩 这性格真的不合适 那还不如别储了吧 哦 他就是这种脾气 他跟我说什么 不要储了 分手不是一次两次了已经 我就觉得他对于 这种事情的态度 让他去离开他的工作 这在我们叫 介入别人的人生 你是试图介入他的人生 介入他的人生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你需要负责任 你让他离开他的事业 只是为了满足 或者抚慰你内心的脆弱 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他最后那一段话的 愤怒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一句话 让我放弃我赚钱的工作 然后到最后 只是为了满足一下 你内心 那点小小的脆弱 这凭什么 你又不给我创造机会 对吧 你说的那个 生殖那个事是吧 对 你又不给我创造机会 你又不给我规划人生 你又不给我说 我未来的 我们两个人的日子 应该怎么过 你就一句话 我做了最熟的那个事 以后再也不能做了 目的是什么 只不过是因为你脆弱 这叫我负责任的 介入对方的人生 如果他心要飞 你怎么管也管不住的 他当不当模特 穿不穿那个小礼服 都是管不住 那你要管的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一件事 今天曲总在这 一模一样的事 为什么曲总和他太太 能处理得很好 为什么到你这 人家一句话都回来了 你凭什么 你要管理的是什么 你要管理的是 自己在他眼里的魅力 你在他眼里 有没有魅力 你在他眼里 有没有足够重要 你在他眼里 有没有足够优秀 如果你自己能够自信 你有那么强的魅力 做模特就做模特 模特又不是什么 不好的工作 而且就算是 你觉得他有一些动作 有一些场景 是不可以有的 可以提要求 你提过这些要求吗 你就粗暴的一刀切 不许干 老子说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水帮助所有的人 而且他什么都不争 你刚好相反 你就要善争万物而不利 什么事都要争一争 但是一点都不帮助人家 你女朋友现在 处于一个人生节点 事业刚刚辞职 这边没有起步 这是不是他最重要的时候 你不去帮助他 你还要去阻挠他 你还要去骂他 你自己想一想 你是要去和他争呢 还是要去给他力呢 作为一个男朋友 你应该去做水呢 还是去做一条 气鼓鼓的河豚鱼呢 就这样 二位好啊 我问一下小张啊 如果那个你女朋友 在拍这样的照片 我觉得说的正常都是局外人 都特别不是自己该干的 一个你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时候 我跟你吵架 不是说真的就是 要跟你争个高低 争个输赢 因为就像我之前 也跟你讲过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谈恋爱 哪有那么多的对的跟错的 无非就是可能你处理这个事情 有你的方式 我也有我的方式 那我们两个方式不对 所以就发生矛盾了 所以就需要磨合嘛 就如果你能够多接受一点 我的想法 我们俩去磨合 那我觉得这段感情 肯定还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接受不了 我也真的很难受 我是希望以后 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 你能把自己的性格也好 脾气也好 收敛一点 再完善一下 改正一下自己的缺点 要相互地多包容 多磨合 理解 才可能走得更远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听他们俩这段告白 特别有意思啊 都在给对方提要求 没有人要求自己 看到都是别人的不足 自己都是完美的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请不吝点赞